大事不好了 老者从树上摔了下来 他非常痛苦 老者还发现小外孙不见了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让老者的女儿心急如焚 增人玫瑰 手留余香 我们的真诚与善良不仅能够温暖他人 也能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 老者和他的女儿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这份无私与奉献 康特和阿祖法是一对深爱彼此的恋人 但康特的母亲却极力反对他们的关系 为了守护这段爱情 老者和他的女儿不惜一切代价 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了 如何让这对恋人能够幸福的在一起 他们不仅在精神上给予支持 更在行动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寻找康特的过程中 老者一家的生活也充满了挑战 他们需要面对日常的生计问题 现在家中的柴火已经用尽 于是老者决定带着女儿和小小外孙 一边寻找康特 一边解决家中的燃眉之急 他们的车在山脚下停了下来 准备在这里稍作休息 补充能量 老者拿着斧头去寻找柴火 他选择了一棵看上去枝繁叶茂的大树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工具 老者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斧头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老者爬山了大树 他的每一次恢复都需要极大的体力和耐心 他的动作虽然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敏捷 但他的每一次努力都显得那么坚定和有力 随着一声惊恐的呼喊 老者从树上重重地摔落 痛苦地躺在了地上 那一瞬间 四周的宁静被打破 老者的女儿听到了父亲的惊呼声 他的心猛地一紧 急忙丢下手中的东西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冲去 当他看到父亲躺在地上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慌和无助 在这紧急的时刻 老者的女儿试图保持镇定 他开始呼唤自己的孩子 希望他能回应 但回应他的 只有山谷中的回声和远处鸟的鸣叫 他四处寻找 呼喊着孩子的名字 但孩子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没有任何踪迹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让老者的女儿心急如焚 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焦虑 担心孩子可能遇到了危险 他开始在周围的树林中疯狂地寻找 呼唤着孩子的名字 希望他能听到并回应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孩子的踪迹似乎越来越渺茫 老者的女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责和悔恨 他责怪自己没有更好的照看孩子 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老者虽然身受重伤 但他的心更加痛苦 他知道自己的衰落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痛苦 更让女儿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和绝望 他想要说些什么来安慰女儿 但疼痛让他几乎说不出话来 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希望孩子能够平安无事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老者的女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能够找到 但他知道 无论多么艰难 他都不能放弃寻找 因为那是他的孩子 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存在 他们父女俩在悲痛和自责中无法自拔 老者的女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悲剧 老者艰难地走了过来 他听着女儿凄惨的哭声 心里万分焦急 他不敢相信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拿着外甥的衣服在那里发呆 而老者的女儿已经哭得站不起来了 老者的外孙只有几个月大 比凯撒还小 如果真的被坏人偷走了 真的是很难找回来 老者不敢想象发生在他儿子身上的事情 他开始胡思乱想 是不是他刚才把他放在地上的时候 会不会被野兽给叼走了 一想到这些 他心如刀割 同时他也对自己十分的自责 他就不应该让孩子离开自己视线了 老者心里更加的难过 他更是把责任都怪到自己身上了 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加小心一点 要是他不从树上摔下来 自己的女儿始终好好地照顾孩子 今天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此时他们父女两个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老者的女儿坐在那里嚎啕大哭 他怎么都想不到这种悲剧会降临到他身上